我们今天去做了各线式同期比较 那如果用折线图 折线图的方式呈现 与这边我用的是断带图 我想断带图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 你就可以直接下一个下几个结论 举例来说 在受雇人员报酬的同期比较中 也就是一种 近三年来同期比较 大致上可以发现台北市 桃园市 新北市变化不大 当然在台中市 在2021年 它有追过高雄市 以及最后台南市 在三年间同期比较 是没什么变化的 这个是属于就是说 薪资收入的部分 那在经常移转 在经常移转收入 这边变化就比较大了 尤其是 最主要的变化在新北市 新北市 它从原本2019年的第二名变到第一名 上升到第一名 然后这个是台北市2019年第一名 现在退到第三名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变化应该是颇大的 当然 你也可以再加前三名的一个说明 好 当然我就要快速的去画出支出 可是支出我想要画四个断带图 就直接复制贴上 然后只要 因为这边我可能要画三张 然后这边我再挤一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做二一 所以把它原本歪轴里面放置的拿掉 然后做二一 而二二 二二 所以可以发现 二二的话 就是第四名的台中 与第五名的高雄市 这边有产生变化 这三年间是有变化的 再来就是三一 所以复制它 贴上 然后放的是三一 食品 稍微拉宽一点 食品 然后你会发现 食品的话 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 再复制贴上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三四 三四 所以住宅的话 它在这边 第三名 台中市与桃源市 这边会有产生变化 那 以及最后 最后我要放的是医疗设备 布置贴上 好 那相对的就把它稍微作小一点 那这边是放医疗设备 所以医疗设备的Y轴 Y轴 医疗设备 好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在医疗保健 台北市一直都没有变化 但是 整体来说 它有逐渐增加 你看基本上 它几乎都是维持平的 这个也有增加 这个经常移转收入 也有增加 例如说2019年在这边 那2021年 它跑来这边 所以它有增加 这个也是 这个有微微的增加 好 那这边变动 除了台北市没有变动 其他五都都有产生变化 好 所以有了这样子一个断带图 它可以快速帮我们去解读 这些资料的同期比较结果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的一个重点 这些资料的同期